大家好,我是艾米里关 关注好剧,一起来解析 第二季张玉跟傅妍的恋爱进度超前 第一集就求婚抱抱 第二集官宣 第三集接吻 速度之快让人看得脸红心跳跟尖叫啊 且这季的张玉整个帅出一个新高度 不只达换水最高境界 还能读取还魂人记忆 瞬间移动,穿过结界 还能召唤萤火虫为女主角照亮回家的路 成为世上最强男人 我整理了张玉八大八气余露 还有一段致敬祖军的太阳彩蛋 那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陈胡锦原本想让陈复妍继承陈药院 让她出席万长会 没想到杀出个超强女婿张玉 阻止她的诡计 先斩后奏官宣了她们以私下澄清 让陈胡锦气扑扑的说 我绝对不可能将我女儿交给你 张玉回 你觉得我现在像在征求你的同意吗 正如我方才所言 我们已经澄清了 man爆了 后面跟整个神展开 傅妍居然谎称怀孕来骗过所有人 已逃过一劫 由于得在21天后给徐妍把卖 傅妍还想说要弄假成真 于是主动出击 其实我还期待了一下 暗自希望万长会上的灯是你熄灭的 即使我毫无用处 你也愿意带我走 即便灯是我熄灭的 也不可能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原因 所以灯其实是傅妍熄灭的 她碰到张玉身体之后 能力便恢复了一些 张玉希望傅妍能停止无畏的期待 结果傅妍主动吻了张玉 Oh my god Good job 陈傅妍 但追涅丝的线又被拉紧 让傅妍痛不欲生 陈胡锦真的是超变态的母亲 跟长发公主里的坏妈妈超像的 张玉装作不在意 结果直接冲去陈药院 将追涅丝击毁 纳木真的超帅气的 我家夫人睡不着觉了 麻烦你克制一些 不要大半夜还这么不适向的召唤女儿 你也知道 我们还是新婚夫妻 陈武与王妃利用人民对洛寿的恐惧 制造洛寿回来了的假消息 让盖马谷的符咒大麦 还在各地方置山寨版的火鸟 来制造干旱假象 在洛寿季日设下宴会 想让还魂人杀掉陈复颜 以让张玉难堪 没想到张玉看出他们的阴谋 利用鬼属制造陈复颜的分身 好让他逃过死结 陈武跟王妃的计划也因此泡汤 张玉想向王妃来个下马威 表面上是致歉 实际上是想警告他们 别碰他的人 那人是我的心中至宝 我担心他会被伤到分毫 不得已只好派出妖物来代替他 我会将陈药院视为己物 护在我的余意下 也是为了他 说完便握住赋言的手 暗示他该找理由离开 结果他居然谎称有蜜蜂 演技超烂快笑死我了 张玉赶紧就场 他本就像花一样 所以蜜蜂总是涌上去吓他 在对话中张玉得知了 王妃与陈武的计谋 原来你们是为了得到 能使大地干涸之物 才想将陈药院占为己有 张玉故意说 他的换水能力 其实是可以帮王妃还魂的 勾起了王妃欲望之后 他又说不会这么做 真的超好笑的 不过 你要是感动我的人 那时 你会目睹我肆意乱用 我体内的力量 超霸气 在母亲羽翼下 好好生活的孩子 你为何偏偏要带走他 那个阴暗的房间 绣在背上的丝线 完全不像所谓慈母的 温暖羽翼下 过得好好的孩子 难道你有那方面的偏好吗 喜欢把人囚禁在 漆黑的房里 用针扎人之类的 狠狠地呛了他一番 让人大呼过瘾 第六集最后 张玉出场 就徐律那一段 真的爆炸帅的啊 今天 你们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让我激动地跳起来 没人到可以跟徐徐组 组CP了 某晚张玉因思念 吴德而心痛酒醉 原以为他是因为酒醉 错认傅岩为吴德而亲吻他的 没想到 原来你还在梦里啊 真让人伤心 我没有在做梦 让傅岩吓得起身 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得那么熟了 你能睡那么好都是多亏了我 你没感受到这里的气息 整个改变了吗 因为有我作证 鬼魂才会全数退散 你看 现在一点都不冷了吧 后来就决定要同床共整 张玉还在中间划线 不让傅岩抄线 整个跟小朋友一样 结果傅岩还是月线了 拍拍张玉身体 让她好入眠 让她久违的感受到了温暖 这段真的超像祖君的太阳的 不过祖君是女主角有灵异体质 总吸引很多鬼魂靠近 让她夜夜难眠 直到她碰到男主角的身体之后 鬼魂们才全部消失 从此女主角死赖着男主角 发展出浪漫的罗曼史 不愧是红氏姐妹 新作品也不忘致敬一下以前作品 而可以驱走鬼魂 也暗示傅岩的神力 跟着记忆渐渐回复中 但仔细想想 其实洛寿一直讨厌的情敌 就是自己 张玉一直避免自己外遇的对象 就是洛寿 真的超逗趣的 大家最喜欢哪一段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 ��两个人 继续 平章 非常不宏 所以你遇见 你会认识